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位老二好 我叫张天忆 然后今天十八岁 我是花束蓝球相的田野 有个绰号叫我为佛山林书豪 我叫比里 之前的绰号叫亚洲花式灌篮王 我是水着岛翔火牛 一直打篮球到弦这里的孩子 因为我们是从大洋山走出来的孩子 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最强的球人 只是很爱打篮球 如果你们一直进步 一直训练 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你可能追上他们了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不要放弃 我没有学过篮球 经验没有他们主观 身高也不高 身体素质没有他们好 其实这都无所谓 这不影响我们热爱篮球的心 或者要去赢的那种精神 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 我都会拼尽全力 不留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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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赢 我很喜欢 这个球 团队合作很好 用速度赢球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我挺喜欢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是未来 以后这俩小孩我带了 我要送给高哥 很棒很棒 继续加油好不好 我是想给你的 继续保持善良 两位都表现得非常不错 而且打到平手不容易 一定是要给他一件球衣的吧 来 不管你 我帮你这个拿过去 他们真的想去 为了自己的篮球梦想 为了热爱 而就是说我要去晋级 我要去打更好的那个对抗 我觉得运动体育好看的 就是大家去为最后的那个赢 去付出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魅力 还没有上场的举手一下就好 一对一 选我 选我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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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 选我 这种感觉 我想起当年参加序列赢 追求梦想那种 选我 选我 我看一个特别的小朋友 等好久了 好好 可以 可以 小朋友 上来吧 我叫张雨彤 今年十三岁 打球打了将近三年吧 就感觉我是这里边 年龄最小的一个嘛 算是一个有优势也有劣势的 劣势就是可能因为身高或身体素质 可能没有其他大哥哥好一些 然后那优势就是可能 就是一些目光会其中在我这边 因为我年龄比较小 人家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年龄的人 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挺帅的 够一个气势是属于 那样 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来 选一位 谁要跟他PK举手 小孩 可能没人想欺负他 觉得他是小朋友 所以他在宣战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应战 你要你想难吗 自己挑吧 自己挑吧 自己随便挑吧 我选那绿的 选那个绿的 绿衣服的 绿衣服的 好 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来自台湾 是一个职业的 华士兰组玩家 然后我到这个节目呢 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不一样的篮球 怎么打呢 说实话还是打不了 年纪太强 但是我们 你必须要跟他真打 你也要对他真打 不会就是说 因为他年龄小 你不要跟他打 这是一种 一种互相尊重 他们肯定会觉得 我跑七个鞋 那就随着他去想回来就 等到时候真正打 实在就不一定了 小孩打了 豪哥小孩打了 对 我觉得他不会赢 他不会赢 真的吗 好 来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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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觉得他会输吗 我不知道 我谁都能打 我希望在场上别人把我当一个球员来看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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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保持了我热爱篮球那一份喜悦 全场最快乐的球员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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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激发 一激到肯定就是会丢球啊 容易 挺住 好防 很好的防守啊 好球 这DD也挺不好打的 打误啊 对打误啊 打误啊 打误啊 以一个13岁的小朋友来讲 我觉得他的这些运球 控球的 不输给这些大学生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这个动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可是他做得非常好 拜托 拜托 来了 很棒 中国篮球的未来之心 就是他 我喜欢他 他很认真 一直不笑 他没笑过 没笑过 我可以要 如果你支持赵语彤的话 来给点喊声好吗 他很强 他很强 打消了 我财购 我犯规 我犯规 两次 好了 把球打去坐